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你相信有人能够死而复活吗 时间回到民国65年9月22号的早上8点钟 19岁的许姓工人 发现在五谷压木岗高速公路桥下的沟村当中 有一个行李箱载幅载程 外头还绑了麻绳 隐隐传出了臭味 他觉得不对劲也立刻报案 警方打捞上案 发现行李箱有2.5尺长 1.6尺宽 一打开 惊见一具女尸啊 尸体被卷曲塞在了洗礼箱 大腿和小腿被人用麻绳捆住 身上只有穿着睡衣 和白底红花的三角裤 都是高档的日本货 凶手还用一件深绿色的上衣 以及素面的床罩 白色的床单包裹尸体 整个身体已经复燃变形 鼻子塌陷也有被重击的痕迹 头发几乎都掉光了 眼球还掉出来 容貌已经很难辨识 白衣杨松研判 从死者的舌头伸出 显然是活活被勒死后弃尸 研判死亡的时间大概有一个礼拜 死者究竟是谁 她又为什么会遭到残忍的杀害呢 唯一的线索就在行李箱中 一张写着高雄市中山路秀美小姐 难道死者的名字就叫秀美吗 再看看其他的线索 死者的衣服口袋中 有日本一百元的硬币一枚 行李箱也是日本制 显然死者常常跑日本 要不然她就是和日本人 常有接触的女子 再加上脚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 保养很好 涂着指甲油 头发还有蓝发 综合以上的线索 警方推测 可能是封城女郎 也全面清查辖区内 中山路名字叫秀美的美容院小姐 和特种营业场所的女子 光是中山路 她就有中山一路 二路三路 全长七公里 还分属四个分局 好不容易找到25名秀美 而且都没有失踪 麻烦了 警方在破案的压力之下 那就决定要扩大清查 全台的失踪人口 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条线索 新装有一名理法厅的小姐失踪了 但是不叫秀美 叫小美 刚好她都有一个美字 警方认为就是她了 立刻行动 包含说林小美失踪 警方就认为死者是林小美 因为死者是林小美 就把那个人 就把杨清炳抓来了 警方抓人也要有理由吧 来看看警方的说法 首先有人检举 华王李把厅 林小美失踪了 就在相识案被发现的一个礼拜前 这和死亡时间吻合啊 再来 因为同居男友 25岁的阳姓男子 她怀疑林小美 偷走了身上的现款 一万一千元 还有面额20万元的支票 不翼而飞 就到理法厅 把林小美押走 所以林小美从此她就消失了 哦 这个杀人动机也找到了 警方立刻到男子工作的铁工厂抓人 带回警局征讯 杨信男子她也写下自白书说 前一年在家乡的彰化和林小美认识 后来北上到台北 两人再度的相遇 从此展开了恋情 同居在一起 自己到堂地开的铁工厂来工作 林小美则是到新庄的华王立法厅 当小姐 却因为林小美偷走了她的钱 两人发生了口角 所以才把林小美杀害 然后到三重的正义北路 有一家商店 她买了绳子和胶布 把林小美的尸体卷曲捆绑 再塞到行李箱 接着用机车 再运到了五谷的沟郡中丢弃了 至于那一张写着高雄秀美的字条 是顾步一阵 要混淆警方的办案 就这样 警方在案发的第三天 她却风光地宣布破案了 奖金也发了 没有想到 看似完美的破案 却出现爆炸性的转折 报纸刊出了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9月29号 在大同水上乐园拍摄的照片 标题是 她是林小美问号 这张照片炸锅了 因为林小美已经被警方证实 是22号发现的香尸案死者 一个死亡好多天的人 怎么可能死而复活 和另外一名男子在出游合照 怎么想都不可能嘛 会不会是照片搞不容啊 不过包括了林小美的亲友和老板 都指人这个相片的女子 非常的像林小美 那么拍照的日期呢 会不会有问题呢 这个案子看起来破得相当完美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有人 从台中寄了一张照片 到报社 就是证明林小美在死后 林小美继续还在台中 当色情按摩的女郎 当时照相机有一个功能 就是讲说 这是刚开发出来的功能 就是讲到在照相机 在那个照片的底下 它会打出日期来嘛 那所以说 他寄来这张照片 下面有日期嘛 那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一看就是 在相思案发生以后嘛 那就证明林小美还活着嘛 那这问题是警方 就是不愿意 警方不愿意承认 因为警方已经宣布破案了 他不愿意承认嘛 这时警方还是不承认错误 认为除非是林小美亲自出面 不然怎么能够证明他还活着 但是照片中的林小美 还是没出现 直到刑事局到了台中 把他找出来 因为林小美跟这个杨清炳 本来是同居的关系 但是他们因为不合嘛 那因为就是 就是因为不合 这个杨清炳甚至曾经到 到那个礼法厅去殴打这个林小美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那个 这当时也是对杨清炳 是一个非常不利的证据嘛 所以警方会怀疑 也是在于此嘛 那另一方面来讲 就是林小美 因为可能也因为挨了打 所以就是心里不高兴 就一直要躲 就是躲在台中 就是不肯出面嘛 其实当时也是 因为当从那个照片一出来 一出现以后 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人怀疑 死者根本不是林小美 但是警方因为 警方为了面子 不愿意承认嘛 另一方面就是 林小美跟杨清炳 本来就有嫌隙嘛 他不愿意出面 他也不愿意出面还他清白 那这个案子就拖延在那里嘛 假如不是有 假如不是透过 假如不是刑事警察局人 找到林小美的话 这个杨清炳很可能就 很可能就被判死刑了 杨清炳就这样白白被关了九天 换成当时的台北县警方糗大了 因为自白书是怎么来的 杨清炳他又为什么会承认杀人呢 发现尸体到破案48小时 但是问题是 破到 而且破得很完美嘛 就是连 不但是人抓到 连那个什么 就是他去哪里买绳子 哪里买箱子 凶刀什么 通通都找出来了 警察替你找到买绳子的地方 替你找到买箱子的地方 替你找到凶器 替你找到凶器买在哪里嘛 就是很好笑的 警察就是急于破案嘛 因为破案有三万块钱抢情嘛 对警察来讲 就破案就驱打成招 就是这样 对我面对当时的案 当时的警察就是这样办案嘛 原来警方急着要破案 只听到林小美失踪 就立刻做出了联想 抓了同居人杨姓男子 还用手铐把他靠住他的手脚 接着用湿毛巾 捂住他的口鼻 让他无法呼吸 驱打成招 涉案的警察也通通被寄过判刑 这下可好了 案子又回到了原点 所以相识案的死者 他到底是谁呢 警方只得重启炉灶 重新追查 当时就透过报纸啊 然后电视啊 每天的广播 每天的宣传 甚至就讲说还印彩色的照片 就讲这种印彩色的传单 在全台湾到处贴 希望就是死者的家属 或亲人出来认 可是就是过了半年 就是没有人出来认 由于抓错人的丑闻 让警方破案的压力更加庞大 不仅广播电视是全力放送 还把死者的遗物 就放在消防车上 公开展示 希望有人提供线索 直到农历春节的大年初六这一天 当时华氏有个节目叫法网 那他们其实也每一周 也都有一段时间 也都有很短的一段时间 就讲说 公布这个照片 公布这个湘西蘭的照片 希望观众来认 知道的观众来认 可是始终没有 那到了2月 因为其实已经 案子已经拖了快半年了 没有办法了 他那个时段 也不是华氏可以播台语的时段 但是就因为 又要破那个案子 所以讲说 那就是开放一次 那一次用台语播吗 那也没想到 一播就立刻有效了 才播一次就破案 才播一次就有人认出 参差不齐的门牙 让家人一眼他就认出 死者是29岁的邻居 宜然投诚人 曾经在台北市的新加坡舞厅伴舞 也好几次出国到日本 可是凶手到底是谁 心里相上 他又为什么会写上 高雄秀美的名字呢 警方清查邻居的生活背景 发现他曾经当过了伴屋女郎 但是相当的孝顺 除了把赚男的钱给了家人 还在宜然买了两层楼的房子 让弟弟开西奥房 也在台北市买了一间房子 和姐姐还有姐夫黄震雄同住 还出钱开了一间公司 由姐夫黄震雄担任老板 她是经理 姐妹两个人常常轮流出差到日本 邻居最近和一名宜然的男子交往 双方还润及了婚嫁 遇害的那个月10号 邻居才从宜然到台北 男友还来捅住了三天 之后还通过了电话 但是16号之后 打电话就没有人接听了 奇怪的是 正当大家找不到邻居 怀疑她是不是相识案的死者的时候 姐夫黄震雄她却说了 有接到邻居的电话 表示欠下赌债 目前在南部当伴舞的小姐 家人急着要找人 姐夫还自己跑到南部一趟 还强调邻居是真的很好 直到过年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打麻将 结果看到电视台 用台语报道了相识案 姐夫黄震雄脸色突然一变 被她的妻子发现 心中大概有底 是丈夫杀害了妹妹邻居啊 平时沉默寡言 外表看似忠厚老实的黄震雄 这个时候一边继续捏造邻居的行踪 一边把气势用的机车 拖运到了宜兰 另外还买轿车来代步 不知去向 几天之后 就在花莲一处防洪洞 发现黄震雄的尸体 地上还有喝到一半的高粱酒 还有毒药瓶 验尸后也确定是服毒死亡 黄震雄到死亡 都没有清楚交代杀人的动机 为了厘清 警方比对了几项重要的激震 包裹尸体的床单上 搜集到一根体毛 经过检验是黄震雄的 邻居的内裤上的一根毛髮 也证实属于黄震雄 再加上邻居体内的分泌物 化验之后 也呈现了O型和B型 邻居是O型 黄震雄他正好是B型 因此怀疑黄震雄 他在行凶前 曾经和邻居发生了性关系 专业小组进一步调查 发现邻居早在姐姐结婚之前 就和黄震雄认识 后来姐姐嫁给了黄震雄 大家住在一起合伙开了公司 邻居和男友润及婚嫁 开始在财务上面做切割 黄震雄发现人才两师啊 命案发生的当天 两人先是发生了性关系 后来疑似发生了口角 黄震雄杀害邻居 再把尸体放在邻居的行李箱中 故步一阵 还写上了高雄秀美的字样 再运送到五谷弃尸 最后黄震雄因为东窗事发 畏罪浮毒死亡 当然这是警邦的推测 这就是真相吗 随着凶手死亡 谜团涌沉大海 这是五谷相识案的故事 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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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